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胜 由广东卫视打造的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节目 《流淌的歌声》第二季播出了新一期 本期节目以国风飞扬为主题 新生代人气歌手周深翻唱了一首由周杰伦创作的中国风歌曲《烟花易冷》 节目录制期间周深接受了记者采访 透露近期的工作生活状态 音乐是适合中国风 最爱下一首 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华语乐团创作人 周杰伦快智人口的歌曲众多 之所以选择翻唱《烟花易冷》 周深表示是基于自己嗓音条件做的考量 这首歌暂时没有声音比较细的歌手翻唱过 原版深入人心 翻唱版本难免会面临被拿来比较的压力 那么周深也承认 原版实在是太好了 选完这首歌我就很后悔 对于本次翻唱与改编的思路 周深也表示 周杰伦老师的歌无论是唱枪还是咬字 都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 我不太会应该 其实无论唱什么歌 还原永远是我放在第一位的 之后才会考虑加入一些自己的特色 不过为了唱出新意 周深还是在翻唱版本当中融入到自己的小设计 他和好朋友音乐制作人唐汉潇 联手做了大胆的唱试 《烟花易冷》本是一首比较孤单 情绪比较难过的歌 我们这次的编曲把它变得更加有侠气 当然了 原来的情绪还在 并且还保留着中国元素 出道以来 中国风便是周深拿手的音乐风格 他也承认 我确实跟中国风的歌曲比较有缘分 尽管也尝试过很多风格 但是被大家所熟知的歌曲 像《大雨》等都还是中国风 我的声线比较适合唱此类歌曲 当然了 我对中国风也情有独钟 从《大雨》到《梅香如故》 《念》 再到《愿得一心人》 《愿》 周深被听众认可的音乐作品也越来越多 那么他自己最爱的是哪一首呢 周深表示 我出道有五六年了 发现越录到后面 遇到的歌越喜欢 因为会有更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出现 即使同一个风格 类型也会有质量的更高 更值得喜欢的作品 所以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下一首 尝试唱跳不容易 挑战空白区 《流淌的歌声》是一档 以至近经典为关键词的音乐节目 节目组临选的曲目 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金曲 虽然是新生带流行的歌手 但是周深对于经典老歌的情感 却特别深 我刚知道参加选秀的时候 唱的就是曲艺老师的经典歌曲《欢言》 在唱歌方面 给我影响比较大的 也是邓丽君老师这一类的歌手 这也成为了周深 站上《流淌二》舞台的动力之一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老歌的人 很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舞台 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歌手去翻唱 让那些经典歌曲又有新的样子 此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之上 周深也一首 《二次元神曲达拉崩巴》 成功的符合了观众的心 赢得全网刷屏 达拉崩巴也成为周深 在国风天类之音之外 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新的印象标签 被问到 最近在创作上面 有什么新动作的时候 周深表示 一直都在创作当中 一直还没有让自己满意 他觉得 如果能够用音乐去表达 自己当下的情绪故事 是很幸福的经历 但是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歌 其实还挺难的 关于风格上的转变 周深也补充到 一直都在考虑第二张专辑 会有大家想不到的风格 会更多的去尝试一些 之前音乐历程上面的空白区 凭借空灵的嗓音 周深的歌大多数都是细腻婉转 情感动人 用粉丝的话来说 就是总能够唱到大家心里 那么秘籍是什么呢 周深谦逊的表示 歌手能够做的就是好好学歌 唱好 很多时候大家感受到的情绪 是靠编曲帮忙 或者是词曲作者的功劳 动人的作品 都是靠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不是仅靠一个歌手就能够完成的 至于曾经在达拉风发当中 小露一首的唱跳技能 周深幽默地表示 不会再尝试了 唱跳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事情 未来希望就好好唱歌 为唱跳歌手们加油 你们真的很辛苦 成长一直是劳模 心态更淡定 如今在各类音乐综艺节目当中 霸屏又疯狂输出各类影视 OST也就是原声配乐的周深 无疑是新生代流行歌手当中的佼佼者 他也因为密集的形成 被粉丝称为狼模 对此周深坦言 又被综艺节目掏空了的感觉 幽默活泼了他跟记者们打圈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我 然而周深对这种辛苦和忙碌 甘之若疑 首先我对自己的规划 就是努力地唱更多的歌给大家听 期望能够留在舞台上 狼模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而且我不是最近才变老模的 在没能被那么多人喜欢和看到的时候 我也一直都在发歌 所以这是我的常态 作为歌手就是要多唱歌 曾经因为中性化的嗓音 而自我怀疑受到非议的周深 如今有了一颗更加强健的心脏 获得更多认可之后 他坦言面临的空间和机会也更多了 现在能够更多地去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歌曲 也有条件更好地演绎他们 如何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保持旺盛的经历呢 自言很少哭泣的他对于记者感叹道 刚入行的时候 那纳英姐就告诉我 我们这一行很多时候比的就是心态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 这句话很受用 只有你心态调整好了 才可以继续好好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直都朝着想要的方向前进 另外周深近期还参与了新手教导这档综艺 效果真没有让人失望 在看综艺官宣的时候 不少人就对他充满了期待 大家也都想要看看 明星学车会不会像自己一样崩溃呢 最近综艺路透告诉大家答案 节目效果拉满 你们想看的画面估计全都有 录制综艺节目到现在 明星们都已经坐上了车 开始学实际操作了 而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学员频繁地被教练骂的时候了 我们自己学车有的时候 都感觉要被教练骂晕过去了 而明星们估计也是受到了同等待遇 所以有人产生了抗拒 周深在学车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表现得完全不想学车了 真的就是说在学车的过程当中 学到崩溃了吧 而这个时候 小鬼王凯琳还在旁边催促他 让他快点上车学习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人的拉锯站 小鬼连搂带抱 一边的拉一边的拖 就是想让周深快点上车去学车 而周深又是真的不想学车 所以就一直都在躲 小鬼在这边拉 他就在那边跑 周深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抗拒 看得出来周深是真的不想学车了 好不容易把周深拽住了 下一秒周深又靠着自己的小个子 灵活逃脱 你看周深这飞速逃脱的模样 简直是求生欲爆满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逃避什么极限挑战时的活动 没有办法 最后小鬼拿出了自己身高上的优势 干脆直接就把周深给抱了起来 实力表示 你是逃不掉的 如果周深还准备继续跑 那么估计小鬼就要拿出自己的男友力了 把周深直接从原地抱到车子上去了 所以周深这才放弃了抵抗 跟着小鬼慢慢的走向了车子 到了车子面前 小鬼都还防着周深呢 强行的把他绊抱着抱到了车上 就是担心他逃跑 这一幕看得真的是笑哭不得 周深和小鬼的拉锯战未免也太好笑了一点 同时也很好奇 学车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周深抗拒学车到这种程度呢 不过看到周深这个样子 瞬间就联想到了自己 这不就是不想学车的我们吗 恐怕有不少人在学车的时候 想要干和周深一样的事情吧 跑远一点 这样教练就不会喊我学车了 学车的故事里就是有这么多的人间真实 就算是新手驾到这样的综艺也是如此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综艺播出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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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